头部包警警遭警方逮捕这名南韩男子 就是在泰国帕塔亚残暴杀人的嫌犯之一 案发就在上个月底受害的三十多岁 韩国男子住进泰国后遭到三名嫌犯 掳走家人接获电话紧急求住当地大使馆 南韩和泰国警方合作追查 周二又在柬埔寨经边逮捕到第二名嫌犯 另外针对第三人发布通气令 三名嫌犯都是韩国人死者遭残杀后 尸体被放在塑胶桶里灌满水泥 지난 11일 파타야의 한 저수지에서 발견됐습니다 발견 당시 시신은 시멘트로 채워진 검은색 대형 플라스틱 통에 담긴 상태였습니다 冠满水泥的桶子被遗弃在水庫内 死者十根手指全被砍光 警方猜测他生前可能遭到酷刑 或是嫌犯刻意要掩蓋死者身份 疑似和毒品交易有关 據传嫌犯先开轿车 再换租皮卡车将人掳到 汽湿的水庫附近 当地有目击者表示案发前曾看过被害者 不过落网的两名嫌犯全否认 涉案究竟为何会痛下杀手 真实动机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TVBS新闻怎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本市真实也的 感谢观看